今天准备的食材有这个红麴对上火龙果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蝶豆花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椰奶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姜黄非常的养生 那我今天所使用的工具有牡丹 还有那个小圆叶蒸 那我等一下呢就会教大家如何来打一朵美美的果冻花 那这个果冻花呢是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现在要打的是牡丹花 那我使用的是我橫皮最大的蝶果 那牡丹呢它不用你变合的那个发型 因为我就不可以打 直接用一个枕枕的下去打 然后就这样慢慢地躲一躲背皮 那如果多的果冻皮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我们的摊鞋 它稍微刮下来 然后用这个水手把它刮下来 那边打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边转动一下 那就跟那个堆叠花的两位一半一半 那跟照相一样呢 你不要躲到别人的那个头的后面 记得要把蝶皮帅气给它的蝶皮 那我们打的红花一样 那花呢红花一定要配绿叶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一些叶子的加给它 稍微看一下有没有放到一朵美丽的花 那这边的花瓣呢还不够 所以我就还会再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美丽的花瓣 完全的记得旁边 有一点叶子的加给它 那我们自己换叶 叶片 叶片 那你让你在花的地方的旁边 打上 把叶片的叶子 那你要整个唯一是在你一会儿的月 只有打叶片叶叶子 那你去看这些 就有后天的花瓣 把红花瓣 用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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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等一下呢 用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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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巧克力 把它封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 它 用上 用上 好 这样子 葡萄花的完成 你也非常允许 看在冰箱之后 冰冰凉凉下 平时非常的温和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葡萄花